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汽车的轮胎根据轮毂的大小 有大有小 根据扁平比的数值 有薄有厚 那么截然不同的各种轮胎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需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轮胎的知识 轮胎的数值大小一般有三类 比如说 235 45 和218的轮胎 235是指的是 轮胎的宽度 45是扁平比 也就是轮胎横断面 高度和宽度的比值 越小轮胎越扁 218代表轮毂直径是18寸的轮毂 根据外观直觉来说 较厚轮胎的汽车 驾驶起来颠簸程度会稍小 不过反之 驾驶的操控性会大打折扣 相比起厚轮胎 大轮毂扁轮胎 虽然具有更好的操控性能 但是由于轮毂较大 且轮胎比较扁 舒适性会降低 在比较复杂的路段 轮胎磨损也会相对较大 平时用车还是需要根据自己情况 选择合适的轮毂和轮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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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